血袍青年惊害之后就是震怒,身形一闪,亲子向左邱文等人杀了过去。 血袍青年的境界修为,比起黑袍青年都还要强大数倍,只是一黄眼之间,就紧到了左邱文等人的跟前。 左邱文等人见撞心中大害,顿时不敢做丝毫地停留,身形骤然间消失,回到了大前皇城的护城大阵之中。 面对血袍青年如此强大的对手,左邱文等人根本不敢做任何的抵抗,直接逃命。 因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根本就不是血袍青年的义合之敌。 只要血袍青年一出手,他们基本就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左邱文等人能够如此来去尊荣,使用的自然是楚剑丘给予的小挪一道夫。 也正是因为拥有小挪一道夫,楚剑丘才放心,让他们离开护城大阵的保护,去布置下这个圈套。 楚剑丘顿时,不由有几分可惜,他这个圈套本来是为血袍青年准备的,只是血袍青年太过谨慎,居然第一次并没有亲自出手。 这个圈套的布置,最关键的就是出人意料,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一旦对方有了防备,就很难再得手。 以血袍青年如此高的凶威,在有了防备的情况下,再让左邱文等人像对待黑袍青年那样,一样画葫芦再来一次,除了白白送人头之外,起不到任何效果。 血袍青年见到左邱文等人消失的身影,阴沉的目光之中顿时燃烧着熊熊怒火。 不过血袍青年心中虽然震怒异常,但是对于玄建宗这些人,能够瞬间消失的手段也是暗自心惊。 有了这种诡异的手段,在战斗之中可以说是多了一条命,打不过的时候可以随时逃跑。 在左邱文等人消失之后,血袍青年顿时朝着天上的一朵白云冲了过去。 以他的感知能力,咱判断得出来,刚才要了花和其性命的最后致命的意见,就是从这朵白云之中射出来的。 在血袍青年向那朵白云冲去之时,在那白云上顿时又射出了几道迅捷无比的流光。 血袍青年冷笑一声,挥手往那些流光上击落。 但是,当他那强大无比的真元接触到那些流光的时候,那些流光居然在那些狂暴的真元之中打着转,继续想着血袍青年飞过来。 这回血袍青年是真正的吃了一惊,他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高明的剑法。 普通的箭矢只要被他的真元击中,早就直接化为了积粉。 但是这些箭矢显然经过特殊的设计,绝能够顺着真元的纹理结构,卸除真元的直接撞击力道,从而继续向前飞行。 这些箭矢能够做到这一笔,既和这些箭矢的特殊构造有关,也和射剑之人高明无比的剑法有关。 血袍青年逆连击出了好几拳,强大无比的拳刚才把那些箭矢给震碎。 在几连击飞或者震碎那些射过来的箭矢之后,血袍青年迅速无比地朝那朵白云逼近过去。 在血袍青年即将逼近那朵白云之时,在那朵白云后面,忽然飞出一道白衣身影来。 这道白衣身影身后有着一对青色的鱼翼。 那对青色的鱼翼轻轻一抖,白衣身影快若闪电般朝着天边遁去。 血袍青年见到这一幕,心中顿时吃了一镜。 这道白衣身影不过远单近三重的修为,速度全快到了这个地步。 血袍青年没有丝毫犹豫,立即闪身朝那道白衣身影追去。 这道白衣身影自然就是楚剑丘的无垢分身。 其实楚剑丘的无垢分身早就已经回到了大前皇城附近,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出面。 就是为了找机会给血袍联盟大军致命的一击。 只不过可惜的是,血袍青年之前没有上当,只是杀了那个黑袍青年。 不过能够杀死那个黑袍青年也算是不错的收获。 毕竟,血袍联盟大军之中,原单近九重的强者也就血袍青年、黑袍青年和荣安燕三人。 能够击杀黑袍青年也算是除去了一大威胁。 白衣楚剑丘在前面一边飞着,一边不时回过头来射出一辆箭,以阻挡血袍青年的追击。 血袍青年的实力果然强大无比。 即使自己身上有着半步五阶的飞行法宝风之翼,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 却居然只是于血袍青年的速度堪堪持平。 而且这还是血袍青年不时被自己射出去的箭矢阻碍的情况下。 当然,这也是因为白衣楚剑丘受限于自己的境界凶伪, 那也真正地发挥出风之翼的真正力量。 此时白衣楚剑丘所能够激发的风之翼的威能还不到五分之一。 如果他能够把风之翼的潜力全部激发出来, 不要说血袍青年这样的原单境九重巅峰的舞者, 即使是天刚境的舞者都不一定能够追得上他。 白衣楚剑丘在天空中不断地与血袍青年周旋着, 丝毫不敢让血袍青年近身。 以血袍青年的实力,一旦让他近身, 自己几乎必死无疑,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只有凭借着风之翼和奔雷套装, 自己才能够与血袍青年勉强周旋。 血袍青年越是追击,心中越是吃惊。 眼前这百亿少年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远超常理, 区区圆丹竟三统的境界修为, 不但在速度上能与自己一较高下, 而且射出来的这些箭矢卷引得过真正的对自己产生威胁。 血袍青年一次大意之下, 为之箭矢突破了自己的全纲, 逼近到自己身前仪仗的地方, 最终在与自己的护体真远的碰撞之下, 这才爆炸开来。 巨大的爆炸威力, 使得血袍青年都受了一些轻伤, 尤其是这箭矢上所附出的那些青色火焰, 就极为恐怖的破坏力。 血袍青年只是手臂上粘到一些, 就被啄出一片焦黑。 血袍青年心中暗静, 怪不得花何切被这箭矢直接炸成了飞灰。 若是自己也被这箭矢射进体内爆炸开来, 恐怕自己也很难存活下来, 毕竟体内可没有护体真元和法宝的防护。 不过血袍青年虽然心中吃紧, 但却并不认为眼前这白衣少年能够从自己的手底下逃脱。 如果这白衣少年只有这么一些手段的话, 被自己击杀是迟早的事情。 无论这白衣少年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使自己的速度达到如此迅速的程度, 但是却必然付出不小的代价。 维持如此高的速度飞行, 对他这个修为来说, 所消耗的真元必然极其剧烈, 很难持续得了多久。 血袍青年所预料的不错, 白衣楚剑就目前所消耗的真元 的确非常剧烈, 不但是维持风之翼需要消耗巨大的真元, 他所射出的每一支剑所消耗的真元同样不小。 即使白衣楚剑丘不断地吞服着恢复真元的丹药, 但是也很难维持得了多久。 但是白衣楚剑丘也并没有打算和血袍青年做持久战, 即使他这边支撑得住, 护城大阵那边也支撑不住。 在血影联盟大军, 数十艘战船不断地轰击之下, 尤其是那艘巨型战船上发射出来的那巨大雷光火炮, 使得护城大阵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护城大阵的能量在极为剧烈地消耗着。 如今, 护城大阵那个光照已经暗淡无比, 上面布满着一道道的裂缝, 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性。 如果不能在护城大阵崩溃之前击杀血袍青年的话, 玄剑宗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没有护城大阵的保护之下, 以玄剑宗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与血影联盟大军抗衡。 没错, 除剑宗想着的并不是拖掩住血袍青年, 而是击杀他。 血袍青年作为血影联盟大军的首领, 只有击杀他才能为玄剑宗迎娶一线升级。 大秦皇城之内, 经过整整一天的激战, 神剑影的每一个舞者, 双手双鼻已经尽数血肉撕裂, 白骨裸露, 浑身上下也被奔垒套中的反噬震得鲜血淋漓。 这些舞者每一个都疲惫到了极点, 浑身上下全部都是伤势,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子咬紧牙根, 眼神坚硬, 不断地拉动着手中的弓弦, 射出一支支的奔雷劲。 火浮影中, 那些站在城头上的裂体镜骨折, 也一个个浑身焦黑, 皮肤被那些火浮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磷波, 啄得一片片裂开。 虽然楚剑就炼制的那些黎龙火浮, 已经刻意做了防护, 不至于伤到灵符的使用者。 但是这些黎龙火浮的威能毕竟太大, 而火浮的这些舞者竟然凶伪又太低。 在大量地使用黎龙火浮之后, 那些散发出来的能量磷波, 还是伤到了他们。 不过即使身上, 被这些能量磷波严重灼伤, 这些舞者却依然没有停下来, 仍然控制着一道的灵符将那些战船上轰去。 一条条巨大的火龙咆哮着扑响那些战船。 追苦营那边, 乌高爽和马伯剑都受了重伤, 两千化海警污者只剩下五百人, 四艘中型战船只剩下最后一艘。 战斗持续到现在, 双方已经都出现了巨大的伤亡。 薛影联盟这边, 虽然把大千皇城的护城大镇 攻击得差不多支离破碎, 但是伤亡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一艘艘的战船被轰击得七零八落。 玄剑宗这边, 虽然前期有护城大镇的防护, 伤亡较小, 但是后期, 护城大镇出现一道道的裂缝, 已经不能完全把那些攻击隔绝在外。 一些攻击的余波, 透过护城大镇的裂缝传递下来, 也对玄剑宗造成不小的伤亡。 护城大镇发出最后的一道光柱, 轰击在巨型战船身上, 终于把巨型战船的光照给轰破了。 光柱落在那巨大的火炮状战争兵器上, 把那巨大的战争兵器给轰飞, 解除了这个最大的威胁。 不过在发出这道光柱之后, 护城大镇的光照也彻底地暗淡了下来, 在那些战船的轰击之下摇摇欲坠, 眼见时撑不了多久了。 白衣杵剑丘在天空中不断地躲闪着, 留下一点串虚幻的残影。 血袍青年则紧跟在身后, 两人在天空中迅捷无比的速度, 顿时镇静了所有人。 尤其是左丘温等人, 想不到百一楚剑丘只是去了一趟黑风峡谷, 全境界修为连升两重, 达到了圆丹境三重。 这样他们这些, 在圆丹境中一重境界滞留无数年的人汗颜不移, 在楚剑丘这种妖孽面前, 任何所谓的天才都要羞愧得无敌自容了。 而百一楚剑丘凭借圆境三重的境界修为, 就能够与圆丹境九重巅峰的强者周旋, 这更是让他们震惊得无法言语。 白衣楚剑丘在天空中飞了一阵之后, 忽然停了下来, 转过身来面向着血袍青年。 血袍青年健壮也停了下来, 冷笑了一声, 怎么,不跑了? 白衣楚剑丘微微一笑道, 因为不用跑了。 白衣楚剑丘说着, 伸手在面前的空中磨过, 三道灵符顿时悬浮在白衣楚剑丘的面前。 血袍青年健壮, 瞳孔顿时微微一缩, 因为花和气, 就是死在这种灵符和白衣楚剑丘的奔雷剑的夹击之下。 这种灵符的威力, 血袍青年亲眼目睹过, 虽然他有把握在有预备的情况下, 这种灵符不可能伤得到自己, 但是剑与, 玄剑宗这些人实在太过轨迹多端, 血袍青年依然不敢小觑, 心中开始暗自戒备起来。 果然, 在白衣楚剑丘, 举出这三道灵符之时, 血袍青年忽然感觉四周, 传来一阵极其强烈的危机感。 血袍青年心中已惊, 转头向四周望去, 所见到的景象顿时使得血袍青年心中震惊无比。 这箭在四周的天空上, 不知何时居然密密麻麻地悬浮着无数只箭矢, 这些箭矢团团地把他围住, 见封所指正是处于中心的他。 这些箭矢从上到下排成了七层, 在七层箭矢的最上方, 悬浮着十六道灵符。 这些灵符均匀分布在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上, 把他围在了中央。 这显然是一个厉害无比的沙阵。 感受到这个沙阵所散发出来的浓重沙集, 血袍青年甚至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个沙阵, 可比对付花河期的那个沙阵, 强大无数倍。 白衣楚剑秋掐动发觉, 面前三道灵符散发出一阵光芒, 牵引着整个沙阵形成一个强大的领域, 牢牢地把血袍青年锁定。 白衣楚剑秋花费了无数心机, 才布下了这个惊天沙阵。 之前, 他设想血袍青年的那些箭矢, 原本就没有存着能够伤到他的心思。 奔雷套装威力虽然强大, 但是他和血袍青年的境界修为相差毕竟太大, 单凭奔雷套装和奔雷剑法, 不大可能真正伤得到他, 除非动用紫羽即雷弓。 但是一旦动用紫羽即雷弓, 白衣楚剑秋基本就丧失了战斗能力, 在目前这种形式之下, 动用紫羽即雷弓显然并不合适。 白衣楚剑秋之前设想血袍青年的箭矢, 主要的目的还是起到迷惑的作用, 用来麻痹血袍青年, 以便自己无声无息地把这个巨大杀阵布下。 他设想血袍青年的那些箭矢, 大多数都被血袍青年镇飞, 而在他奔雷剑法和强大无比的神念的控制之下, 这些箭矢并没有就此掉落, 而是悄无声息地布置在四周, 直至把整个杀阵布置出来。 那十六岛灵符也是他通过奔雷剑法射出去的。 白衣楚剑秋早就准备好了这些带着黎龙火服的奔雷剑。 由于他射出的每一支奔雷剑都是带着灵符的, 只不过正常情况下携带的是霹雳服, 他把灵符更换成黎龙火服, 血袍青年也难以发掘得到异样。 在这一步步的谋划之下, 白衣楚剑秋逐步把这个强大无比的杀阵布置完成。 这个威力巨大的杀阵, 是楚剑秋把七煞流光剑阵, 和黎龙火服阵融合在一起产生的新阵法。 楚剑秋把它命名为黎龙七煞大阵。 白衣楚剑秋伸出手指, 往面前的三道灵符上一点, 三道灵符立刻画作三条巨大的火龙, 往沙阵中央的血袍青年铺去。 与此同时, 悬浮在八个方向上的十六道灵符, 也同时画作了巨大的火龙。 那七层奔雷剑也在同一时刻被牵动, 画作七圈流光, 向着中心的血袍青年汇聚。 这一刻, 看着夜空之中那华丽无比的声势, 无论是玄剑宗这边, 还是训影联盟那边, 众人心中的震撼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阵法居然还能够如此运用。 浮阵一到, 可以说是已经被楚剑秋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借助浮阵, 再加上楚剑秋那妖念无比的智慧, 楚剑秋能够与超越自己巨大竞技的强者正面一战, 而且还能够战而胜之。 确保青年在这一刻, 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死亡威胁。 若是被这个杀阵的威力完全轰在自己的身上, 即使以自己圆丹庆九重巅峰的实力, 也一样得隐恨而亡。 但是这一刻, 他的身体已经被杀阵所散发出来的强大契机, 牢牢地锁定在原地, 想要逃脱已经不大可能。 看着那七圈流光与十九条火龙即将会合, 血保青年一咬牙, 手掌一张, 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卷轴。 血保青年把卷轴一抛, 卷轴骤染变得庞大无比, 施展开来, 围绕着他的身周转了一圈, 把他牢牢地护在了卷轴之内。 这卷轴之上散发着滔天的血光, 血沙之气浓烈无比, 卷轴一出, 周围数十里的空间, 宛如陷入了一片湿山血海之中。 白衣楚剑丘见到这一幕, 目光顿时被有一宁, 血保青年的这个卷轴, 显然是一件极为厉害的法宝, 有了这个卷轴, 自己所布置的这个狸龙欺杀大阵, 还真不一定能够杀得了他。 此时, 狸龙欺杀大阵已经完全汇聚合龙, 十九条巨大的火龙, 以白衣楚剑丘面前飞出的那三条火龙为核心, 三条火龙从上中下三个方向汇合, 而其余十六条火龙则分成四层, 首尾相显, 最终汇聚成一个庞大无比的火球, 瞬间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能。 一朵宽达石树里的蘑菇形火焰在夜空中绽放, 刮起一阵狂暴到极点的能量风暴。 这一朵庞大无比的火焰, 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 牵引着随后而至的七圈流光, 猛烈地朝中心汇聚。 这七圈随后而至的流光, 在火焰漩涡的牵引之下, 骤然间加速, 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往中心轰去。 环绕在血袍青年深舟的那格血色卷轴, 在那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之中轰燃碎裂, 直接化成了积粉。 但是那十九条火龙所形成的巨大爆炸的威力, 也大多数被这血色卷轴挡了下来。 在血色卷轴后面, 血袍青年全力激发身上那件血袍的威能, 形成一个血色光照, 把它牢牢护在里面。 血色卷轴虽然挡住了十九条火龙形成的巨大爆炸, 但是也已经彻底地损毁。 那七圈流光, 长驱直入, 轰在了那个由血袍所激发的光照上。 那个由血袍所形成的光照, 只挡住了四圈光泉便轰然碎裂, 那件血袍也随之化作了积粉。 接着, 最后那三圈光泉, 毫无阻挡地直接轰在了血袍青年身上。 在火焰消散, 尘埃落定之后, 主人只见到, 在夜空中立着一具浑身焦黑的身影。 白衣楚剑秋, 看着这一幕, 心中顿时震惊无比, 居然如此凌厉的杀阵, 都杀不死他。 这血袍青年的实力, 有点超出自己意料之外了。 虽然血袍青年, 用蓄色卷轴挡住了黎龙火符所组成的黎龙大阵的威力, 但是随后那三圈光泉, 可是结结实实直接轰在血袍青年身上的。 这些光泉, 都是由强大无比的奔雷剑所组成的, 威力非同小可。 白衣楚剑秋所用的这些奔雷剑, 可不比神剑影所用的奔雷剑。 他所用的这些奔雷剑, 每一只都是由四节上品的燕雲梨火石所打造, 品杰极高, 再加上上面附着的上品浮胆的四节霹雳服, 以及轻语流梨火, 每一只都能够爆发出巨大无比的杀力。 那三圈光泉, 可是数十只这样的奔雷剑所组成, 这样都轰不死他, 血袍青年的实力, 为时是强悍的难以想象。 血袍青年, 站立在夜空之中, 心中既惊且怒, 同时又使一阵后怕不移。 还好最终抵挡了下来, 今天差点就栽在这里了。 但这抵挡虽然抵挡下来了, 他却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那个血色卷肘, 是他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保命手段, 甚至都能够让他在天刚敬强者的手下保住一命, 但是如今却就这样化作了飞灰。 还有身上的那件血袍, 同样是四节极品法宝中的稀罕物, 甚至都有些接近半步五阶的法宝, 同样化作了积粉。 最后那三圈光拳直接轰在他的身上, 更是使他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如此沉重的伤势, 没有半年的凶养凶想痊愈, 而且如此重创, 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都还凉说? 对于他这种天之骄子来说, 外物的损失也还就罢了, 如果损伤到了他的大道根本, 那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打击。 两人就这样, 在天空中静静地对峙着,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白衣楚剑就布置和激发这个大阵, 也早就差不多把体内的真元消耗一空, 而且刚才所布置下的那个黎龙七杀纳阵, 也几乎把他的家底彻底消耗一空。 在那个燕云离火石矿山上, 所得到的燕云离火石虽然不少, 但是高品阶的燕云离火石却并不多。 他利用那些高品阶的燕云离火石, 做炼制的极品浮胆的四阶黎龙火服, 和四阶上笔的奔雷剑一共也就这么多。 在之前击杀黑袍青年和刚才布置这个黎龙七杀大阵时, 已经彻底消耗一空。 现在, 他已经没有多少资本和血袍青年一战了, 若是再打下去, 只能靠着峰之翼勉强中选, 还有就是靠着剑法和血袍青年硬杠。 但是他现在, 不清楚血袍青年究竟还剩多少实力, 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血袍青年刚才所表现出来的强悍, 也把他给糊住了。 白衣楚剑秋不敢轻举妄动, 血袍青年同样不敢轻易再向白衣楚剑秋发起攻击。 他不知道白衣楚剑秋究竟还有什么底牌手段, 如果白衣楚剑秋再给他来这么一下, 他基本上就完了。 正在两人相互对峙之间, 忽然只听轰然一声巨响, 大前皇城的护城大阵被彻底地击碎。 血袍青年趁着白衣楚剑秋一输神的时候, 飞身返回到巨型战船之中。 巨型战船虽然被楚剑秋用护城大阵轰破了光照, 失去了防护能力, 但是巨型战船上毕竟还藏有很多厉害无比的机关和战争兵器, 而且巨型战船上所剩余的元丹靖武者也还不少, 防护能力不弱。 血袍青年现在, 对白衣楚剑秋可以说是忌惮到了骨子里, 以他目前的状态, 还是离那个危险无比的白衣少年越远越好。 这样转身逃离的举动虽然丢脸无比, 但是与姓名相比, 脸面算得了什么? 血袍青年返回到巨型战船之后, 下令大军直接攻入大清皇城之中。 现在大清皇城的护城大阵已破, 玄建宗已经失去了最厉害的底牌, 在巨型联盟的大军面前再难有还手之力。 虽然巨型联盟大军在之前攻城的过程中, 损失的战船和武者超过三分之二, 但却依然不是玄建宗所能够抵挡得了的。 玄建宗所依视的也就是护城大阵的防护而已。 失去了护城大阵的防护, 玄建宗根本不堪一击。 白衣楚建丘也飞回到了大清皇城之中,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生死之战。 失去了护城大阵的防护, 玄建宗的处境顿时危险无比。 虽然在大清皇城之中, 楚建丘依旧布置有不少的其他阵法, 但是这些阵法却远远无法和护城大阵相比, 根本就难以抵挡得了许颖联盟大军的攻击。 楚建丘下令, 所有人往后撤, 撤回到大清皇城的中心地带, 准备凭借着迷雾大阵和种种幻阵, 迷神阵再和迅影联盟大军做最后的一战。 如果没有迷雾大阵和其他阵法, 玄建宗到了这个地步, 基本上可以有多远跑多远了, 绝对不可能和迅影联盟大军抗衡。 但是现在有着这最后的屏障, 虽然希望依旧微妙, 但毕竟不识,全无希望。 其实如果这个迷雾大阵足够大的话, 玄建宗有足够纵深的情况下, 楚建丘完全有把握, 把渗影联盟大军慢慢蚕食掉。 有着迷雾大阵的防护, 敌明五岸占据着完全主动的优势, 玄建宗完全可以不惧渗影联盟大军。 但是现在迷雾大阵实在太小了, 只笼罩了百里方圆之地。 百里方圆的地方, 对于普通的凡人来说不算小, 但是在这种巨大的战争面前, 却只能算是弹丸之地。 像续影联盟大军的那艘巨型战船, 那个庞大无比的雷光火炮, 一炮之下, 数十里之内的东西, 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现在那座雷光火炮被护城大阵给轰掉了, 但是续影联盟大军却依旧还剩有两艘大型战船。 这种大型战船的攻击力虽然不像雷光火炮那般恐怖, 但是那巨大的破坏力却同样会给玄建宗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虽然如此, 玄建宗也并非毫无希望, 有着迷雾大振的防护, 敌民我暗还是有着一丝机会战胜血影联盟大军。 正在两者剑拔弩张, 要做最后殊死一战的时候, 忽然在天边出现了无数的黑点, 这些黑点迅速地朝大清皇城这边靠近, 最终形成一片黑压压的乌云。 众人仔细看去, 发现这片黑压压的乌云, 居然是由一只庞大无比的战船队伍组成。 这只战船队伍的庞大, 丝毫不在之前训练联盟大军之下。 看到这只庞大的战船队伍, 血袍青年顿时变了颜色, 南州联盟的大军还是到了。 血袍青年看了看, 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大清皇城, 又看了看大清皇城之外的遍地残海, 心中不甘到了极点。 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眼看就要把大清皇城攻陷, 却在最后的关头上功亏一篑。 不过面对南州联盟大军的到来, 他即使心中再不甘, 也不得不撤退, 以他们目前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与南州联盟大军抗衡。 正当血袍青年即将下令撤退之时, 忽然一缕神念降临下来, 血袍青年瞬间一争, 继而大喜, 即将下挡的撤退命令便又按捺了下来。 白衣楚剑秋悬浮在大清皇城的迷雾上空, 摇摇看着那一支庞大的战船队伍驶将过来, 心神却没有丝毫地放纵。 虽然楚剑秋也猜到, 这支战船队伍有可能是南州联盟的战船, 但是当他看到一艘战船的船头上站着夏成轩和夏宜山等人的时候, 神情顿时就凝重了起来。 这支战船队伍是敌是友, 目前尚未可知, 若是他们偏袒大清皇族那边, 到时候少不了又是一场恶战。 那支战船队伍逐渐地靠近, 在战船的旗帜上写着尚清两字, 整支战船的中央是一艘五千丈规模的巨型战船, 在巨型战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风神俊朗的子善青年, 在巨型战船的左边则是一艘大型战船, 在这艘大型战船的船头站着一个身穿金袍的老者, 在金袍老者的身后站着夏成轩、夏万武和夏宜山三人。 战船队伍驶进大清皇城, 巨型战船上的子善青年, 见到血影联盟大军中的血袍青年, 身色顿时不由一变。 但当他再见到狼藉不堪的战场以及满地的残骸, 血影联盟大军之中, 那些战船上千疮百孔, 战船上的武者更是狼狈不堪。 子善青年见到这一幕时, 脸上的惊戎更甚。 对于血影联盟大军中的血袍青年, 紫山青年并不陌生,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不单指自身境界修为, 高深莫测, 而且战场上的指挥水平更是杰出, 是一个战功赫赫著名战将。 如果与血袍青年的大军正面相逢, 紫山青年没有丝毫把握战胜他。 虽然紫山青年自己也是一个著名的战将, 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深植血袍青年的可怕。 但是如今, 血袍青年所率领的这支血影联盟大军, 却被别人打成这般模样, 这委实是一件令人极为震惊的事情。 紫山青年不仅有几个好奇, 究竟是何方神圣, 却能够把血袍青年率领的血影联盟大军, 做成这个样子。 紫山青年看了一眼, 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大清皇城, 心中暗道, 不会是这个大清皇城里面的玄剑宗吧。 夏宜山等人, 看着战场上的这一幕, 心中也是震惊异常, 但是他们打死也不相信, 这是玄剑宗做的。 玄剑宗有几斤几两, 他们暂时清楚不过, 如果正面对战, 他们连大清皇族都打不过, 又怎么可能把血袍联盟大军打成这般模样? 夏成轩等人见到血影联盟的大军之后, 心中也不有一阵后怕, 此时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上清宗会派遣这么一支大军过来? 在被血沙宗在清云大会上偷袭, 败退出大清皇城之后, 夏成轩等人便向上清宗求救, 因为大清皇朝就是属于上清宗所辖的蜀国, 而大清皇族则是隶属于上清宗的外门, 上清宗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大清皇朝落入血沙宗的手中, 夏成轩原本以为, 上清宗顶多只会派出一些外门弟子, 助他夺回大清皇朝, 以上清宗的实力, 其实只是派出一些外门弟子, 都完全足以把血沙宗彻底抹去, 但是令夏成轩意想不到的是, 上清宗居然直接派出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出征, 当时夏成轩还困惑不解, 只是解决一个血沙宗, 用得着派出这么一支大军吗? 这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刚开始他还以为, 这是上清宗对大清皇族的重视, 心中好一阵的沾沾自喜, 如果得到上清宗的大力支持, 在大清王朝之内, 谁又能够撼动得了大清皇族的地位? 血沙宗不行, 新崛起的玄建宗同样不行。 但是到了现在, 看到血影联盟大军, 夏成轩哪里还不知道, 上清宗调动这支大军的目的? 看来在自己到达上清宗的时候, 上清宗已经收到了 血影联盟大军来袭的消息, 即使没有自己的求救, 上清宗同样也会派出大军到来。